在法院的判决下达之后 由于刘俊山没能如期履行返还购房款 赫兰湘这边申请了强制执行 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执行法官这边也多次找到了刘俊山 对于返还购房款的事 双方也达成了和解协议 分期履行按月支付 可刘俊山这边也没按照和解协议来走 钱给的依旧挺费劲的 在执行工程当中 双方是2021年7月5号 在居船工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当场给付4万元 然后第二个月给付1万元 然后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个月给付5000元 当场4万元给付之后 从第二个月开始 贝登俊山就没有按照和解协议来履行 然后总共是逾期了4期 加一块应该是25000 那个逾期之后呢 申请人就找到我们 发现贝登人线索之后 想拘留这个贝登人 然后我们就对贝登人进行居船 在居船工程当中 那个贝登人就是东处西凑吧 要是凑够了之前逾期的那一部分 25000给付完毕了 按照执行法官的说法 刘俊山还钱就跟挤牙膏似的 找一回旅行一部分 现如今就剩5万多块钱了 对方又开始玩起了消失 执行两次了 这次要不我也不可能执行的 因为好像呢 他说都大号了嘛 没给我 我给他打电话了 打电话当时老爷子说 你得过个十天八天的吧 完了那个等他前下的再给我 完了过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这么长 你这么久了 我一打电话就给我电话 拉黑了 也联系不上 什么时候的事啊这是 就是上些日子十多天前 完了我就找不着他 我开车天天来回跑 我还得耽误工 还请人家来找他 为了要回剩下的钱 张宏顺也是没少费功夫 在对方拉黑他后 经过多方打听 张宏顺也确定了刘俊山的位置 并告知了执行法官 于是在2022年1月12日 执行法官一行人 来到了张宏顺提供的 刘俊山所在位置 眼前的女孩自称是刘俊山的外孙女 据女孩说刘俊山并没有在家 可十多分钟前张宏顺还看到刘俊山上了楼 申请人从昨天开始就开始查到这个贝子行人的下落 然后今天早上也一直在跟踪这个 也发现这个贝子行人的下落了 就一直在顶着这个贝子行人的情况 据张宏顺说 在刘俊山上楼后就没看见他下来过 这人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你老爷不在家吗 我老爷没在 我老爷不跟我住一块 也不在你家的 我看他进来呢 没有啊 他他他他不他他可能像别的玩似的吧 他能上哪玩去 那我也不 你给他打电话呗 我跟我老爷一整活 我上学我跟他没有啥联系 你有啥事你咱那 我一个小孩搁家 把你给你妈叫了也行 给你妈 我没有 我不给我老爷一看 女孩声称没有自己老爷 也就是刘俊山的电话 并一直试图阻止执行法官进屋 见此情景 执行法官也拿出手机 给刘俊山打去了电话 就在此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这是我老爷的手机 这是我老爷的手机 电话在这儿呢 喂 妈 来人了 说你老爷的电话不在这儿呢 这是我老爷的手机 这是我老爷的手机 你是你老爷的手机 你导电话不在这儿呢 就是这儿呢 刘俊山的电话嘛 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咋见这儿就让你老爷出来 跟咱走一趟 来 我不知道啊 你给我来吧 给我来 给我来 跟刘俊山拿我来说一下 喂 你好 你是那个刘俊山他女儿是吧 啊 我这开发就返了执行局的 我什么意思啊 我过来找一下刘俊山 这不是在你家呢 这不是在你家啊 这车都停在你家楼下啦 这车是有没有停在你家楼下啦 是啊 你看到哪儿呢 他不一直开车来的吗 我老爷的 你们就是 大孩子一直打花手 一直跟着他过来的嘛 就是这老头 他自己开车 他不是自己开车 当时 我跟刘俊山过来的 你刘俊山开车到你家楼下上来的 还有什么车一直跟着你家停在呢 不是啊 我老爷的就是在我家住了 我老爷的老爷是什么